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ostgres SQL的数据库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数据抽出选项 什么意思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Select语句 在抽出数据时 可以对语句设置更多的选项 以达到想要的结果 比如说 Order by Order by什么意思 排序 咱们考完期末考完试了 咱们全班有50个孩子 班主任想对这50个孩子进行一个什么 成绩的排序 好学生在前面 坏学生在后面 那他就要对咱们的成绩这个字段 进行什么 降序排序 这样的话 好学生都上前面去了 咱们就在后面 接着感觉 接下来Limit Limit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50个学生都出来了 我想取前三名 前三名我可能要搬一个红花对吧 这前三名怎么取 就是Limit Limit等于三 就是前三名 代表什么 我每次取出记录的条数 虽然满足我条件的记录 可能有这个50条 但是我只要前三条 Limit限制住 我只取前三条 没问题吧 OK Offside 什么意思 Offside是说 我从第几条开始取 坏话说 我刚才取了前三条Limit 等于三对不对 这个时候 Offside等于多少 等于零 我偏一量 我没有偏一量的时候 那当然是从头取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想取四五六名该怎么做 那这样的话Limit还让它等于三 Offside让它等于四 这样的话呢 是说从第四条开始取 我再取三条 那么第四五六名也会被列出来 也就是说 咱们通过Offside加Limit完成什么 完成咱们的分页处理 非常非常的常用 请大家记住 好 那咱们接下来看一下实战演习 今天演习就很简单了 咱们抽出用户表 没有问题 Order by 这次的关键字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是说 让得分进行一个声序排序 声序嘛 小在前面 大在后面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ask ask代表声序 第二行 什么都一样 就最后这不一样 ask变成desk 什么意思 降序排序 这一般咱们成绩都是降序嘛 成绩好的 成绩高的 在前面 然后这一般 三三考了 没及格的 56分什么的 这就在后面 所以这是降序排序 接下来 按照球队进行排序 一会咱们会看到 这样一排序的话 同样球队球员就都会在一起显示 接下来 虽然按照球队排序 但是没完 我还想按照球队里面 所有的成员 所有的球员的得分进行一个声序排序 没问题吧 这是复合排序 接下来 虽然是同样球队 但是我想按照得分进行降序排序 您现在一听 什么意思 没理解 没关系 一会咱们看数据 再接下来 我想按照球队的降序排序 同时得分的降序排序 一会可以看效果 这个咱们注意一下 我想按照 所有球员的得分进行降序排序 降序什么意思 分高了在上面 对吧 然后我取前三名 跟咱们当时 刚才我给您说 期末考试班主任排前三名意思一样 得分降序排序 然后取前三名 没问题吧 接下来 给您演示一下offside 虽然是前三名 但是我offside进行变换 默认的时候 我再加一下 默认的这个offside等于多少 默认是零 对吧 所以是前三名 没有偏移量 当然如果是零的话 这个就可以不写 好 如果我加偏移量等于1 什么意思 是说从第二名开始取前三名 如果我offside等于2 从第三名开始取 对吧 就这意思 一会咱们实际运行 马上看效果 好 那咱们试一下 咱们先来这个 球员的得分的升序排序 我先进我的数据库 PSK Coma Blog 进来之后 咱们先走一个 球员的升序排序 Go 大家请看 球员得分少了 在上面 得分高了 得分又高了 越在下面 深规得分最高 所以他在下面 数据刷子 对吧 咱们再来 降序排序 DESC 这样做到一个降序 大家请看 得分高了 深规 是不是跑到上面去了 他得多少分 今年好像这个2018年 他比这个去年得分少一些 因为毕竟这个雷霆来了 这个安东尼和这个乔治 他得分相对杀一下 但是去年确实是刷的太厉害了 然后接下来哈登 哈登今年表现不错 将去排序 没问题吧 好 再接下来 咱们再让这个球队进行个排序 所以我这可以叫team 这样排完序的话 大家请看 同样球队的球员 就会在一起显示 咱们试一下 Go 你看 勇士球员在一起吧 其他的球队 如果有相同的成员 也会在一起显示 为什么 因为按照球队进行排序了 对不对 好 再接下来 咱们按完球队 再按一个球队的得分 Score 排序 稍等 球队 Oder 不好意思 我少了一个都好 好 大家请看 阿渡和库里 他们都在勇士 然后我 同时按照 同时这个球队 同时按照这个得分进行排序 也就是说 同样球队的球员在一起 同时得分按照升序排序 所以说你看 阿渡得分少在上面 库里得分高在下面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相同球队 咱们得分按照降序排序 请看 还是同样勇士 降序了吗 现在库里上来了 为什么 因为降序从大到小排 所以阿渡下来 没有问题吧 阿渡加入勇士 其实牺牲一些数据 但是效率恐怖 再接下来 我看 应该是 这个地方 咱们取得分的前三名 没问题吧 试一下 Go 刚才我给您显示一个 得分的整体 都出来了 对不对 现在我只要前三名 深规 哈登 库里 对吧 就是这个 按照得分的降序排序 同时只取前三名 看到的是深规 哈登 库里 没问题 OK 然后咱们加片量 offside等于1 大家请看 它的初始就不是0了 是1了 那从哈登开始 从哈登开始 再取三名 哈登 库里 阿詹 没问题吧 再来 偏移量再等于2 看 又往下错一位吧 哈登也没有了 从库里开始 库里 阿詹 阿杜 那换句话说 咱们通过这个偏移量 是不是就能够控制分页呢 完全可以吗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数据抽出选项内容 不知道您听不见没有 我给您推荐的三项 其实有很多 我给您推荐的三项 是咱们实际工作过程中非常非常常用的选项 没有之一 希望您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三个关键字的使用方法 好吧 今天的课程我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优酷的观众观看 OK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